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胡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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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是埋藏在岩石裏面 我們發現岩石裏面後 要將岩石清除 才能報老恐龍蛋 所以它本身在石頭上是正常的 我看電影時也知道 琥珀可以保存昆蟲 現實生活中, 琥珀能否保存生物組織? 絕對可以 其實花石除了保存在岩石之外 有部分花石是保存在琥珀裏 小朋友, 知不知道琥珀是甚麼? 知道嗎? 知道嗎? 類似水晶的東西 不是… 不是 樹上的膠黏在蟲上 答得對 其實琥珀是來自遠古時期的樹 流出來的樹枝, 即是樹汁 流出來後, 有時會黏在蟑蟲或動物 然後再埋藏, 那千萬年 就會變成很硬的琥珀 這就是來自恐龍年代形成的琥珀裏 埋藏了很多昆蟲在裡面 對, 我看到 那有沒有機會在琥珀裏裏保存到恐龍的東西? 以往來說, 科學家不相信 因為琥珀通常保留到一些體形細的東西 但現實中有時會相反 因為前幾年, 科學家首次在琥珀裏裏 找到有恐龍的化石 現在畫面看到一個琥珀裏裏保存到恐龍的尾巴 這個尾巴大概是8厘米左右 它能保存到尾巴的羽毛之外 連尾巴裏的椎骨也能保存到 這是我們人類首次在琥珀裏裏見到恐龍 而且保存狀況和活生生是差不多的 其實也保存得很完整, 是嗎? 對, 琥珀裏裏的化石 是所有化石類型來說最好的 因為它是完全密封 沒有細菌入侵 所以保存狀況近乎是原貌的 我看到你身上的頸鏈 它是否也是琥珀? 沒錯, 琥珀有常生活經常看到 最常見的就是用在手飾裏 這就是恐龍年代的琥珀裏裏做了吊嘴 通常顏色有金黃色, 也有橙色 甚至乎有啡色 我先問問龍哥哥 你覺得怎樣可以提升 小朋友對古生物的興趣呢? 大家可以多看一些書 或者可以去博物館逛逛 都可以吸收這方面的知識 小朋友, 你們有沒有問題 想問問龍哥哥? 那這是什麼化石? 這就是恐龍的爪 小朋友, 猜到這個爪 是屬於手爪還是腳爪呢? 你覺得是什麼? 手爪 手爪, 你呢? 手爪 也是手爪 對的, 其實恐龍的手和腳都有爪 通常手爪會扁平一點 而腳爪會粗一點, 厚一點 這是來自一隻最大的瘦腳類恐龍 叫做激龍 激龍 激龍背脊有個繁的, 有沒有見過? 也是第一隻相信會游泳的恐龍 各位小朋友, 你們對恐龍也很有興趣 今天謝謝龍哥哥說了這麼多 關於恐龍化石的知識 我們下次Kiss Notes再見 FM опасinho いき petit無散的 天啊 是 英星底下 總結 ata Hee hee ha ha Hee hee ha ha Yo Yo T Have a nice d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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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a nice day with lov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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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a nice day with love Ah